民眾投訴說在大園陶竹地區 這家便當店長期以來 都用的是頂樓 兩個400公斤的瓦斯儲存槽 甚至還直接在店門口來管器 從半夜的時候跑過來 他來到這邊之後停在這邊 之後鐵門會打開 之後等下管路就會從這邊 開始往這邊拉 拉過來接上剛剛這邊的管線在這邊 就開始灌瓦斯 三天半夜突然來了一台瓦斯油罐車 大啦啦停在便當店門口 直接灌起瓦斯 這是他們管線的儲存槽頭 就是管線往上面延伸 延伸到管線跑到鐵皮屋裡面 他們儲存槽在裡面 民眾檢舉的 就是位在桃園大竹路上的這間便當店 它不像其他小吃店 是叫桶裝瓦斯 或是用天然瓦斯 他們竟然是在頂樓鐵皮屋內 藏了兩個大型的瓦斯儲存槽 長期以來都是直接叫油罐車到門口灌氣 遇到有人檢舉就加快灌氣速度 人就會在外面開始注意有沒有 看那個有沒有人去檢舉什麼之類的 裡面其實還藏了一個人 他會注意裡面的狀況 外面是注意外面的狀況 防止人家說去檢舉他們 很來不及跑掉 記者詢問店家 店家也承認的確有這樣的情形 還大言不惭 說這樣並沒有不妥 反而比較安全 但就怕類似高雄氣泡的情況 在這裡重演 民眾一再檢舉 但檢消單位到場之後 總是沒有動作 消防單位有來 警察又過去 但是就沒有了 沒有後續動作了 說那不是他們管轄範圍 他們沒辦法開罰 所以就互相推皮球啊 說相關單位互推責任 民眾氣炸了 刷少媒體投訴 這時警銷才又趕緊到現場 拍照傳真 消防局表示會針對灌氣行為 依法開罰 但瓦斯儲存槽一天不拆除 難保店家又會偷偷灌氣 民眾生命安全還是沒有保障 記者李絕安 廖玉智 桃園報